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进行大量的锻炼 在之前的太空课堂中 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 自从去年我们的梦天舱发射入轨之后 我们的锻炼设备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 它就是太空微重力抗阻装置 它主要用来锻炼我们的上肢下肢还有腰部 下面就让我为同学们介绍一下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微重力抗阻装置 它是有四部分主车 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椭圆形的 叫做阻力圆 第二部分就是这个黑色的 第三部分就是这个长条形的 我们叫它滑轨 第四部分就是这个黑色的 类似于马甲的 我们叫做束缚装置 在这个椭圆形的阻力圆内部 安装有一个飞轮 当我们运动的时候 飞轮旋转产生阻力 就达到了我们锻炼的目的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阻力圆内部有一个黑色的拉力带 我们运动的时候 只需要拉动这个黑色的拉力带 飞轮就会旋转起来 当黑色的拉力带被拉到最大值之后 由于飞轮的惯性 拉力带会被反向缠绕 这个时候产生的阻力 我们需要用力的拉动拉杆 以对抗飞轮产生的阻力 这样重复动作 就达到了我们锻炼的目的 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处方上 我们在地面训练上 有六种处方可以选择 我们根据自己训练上 哪个地方需要加强 或者是根据我们这个 飞轮飞行的时间长度 长度还阶段不同 可能断练的具体位置不同 强度也不同 所以我们有一个自定义处方 这是我们整个训练 一个处方 一个程序 入轨以来 我们利用微重力抗阻装置 并结合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 拉力器等 进行身体锻炼 使我们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确保我们完成了四次出仓任务 以及多项空间科学实验 天工家园 处处都是科学家 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与捷径 后续天工课堂 还将介绍更多的科普知识 请同学们 继续期待 同学们 再见 再见 今天辛苦 如果想不起来的同学 可以回去看一看之前的太空做客 请不吝点赞